回來了 都說了什麼 剛剛才說半個字 今晚的動漫廢話直播的時候 慢幾條麵線可能要插緊一點 很緊的 有些時大時差 那我一個人在做益陽頓挫 不關事 很明顯你好像一下接麵一下 又不夠接麵 很奇怪 現在 港資聯金術師第八百六集 好像是 不知不覺已經八百幾集 快到九百集了 港資聯金術師真人版的完結篇 兩集 今晚有我慢幾條 SUNNY DK 結束 結束 不知不知不知 交好GIF的故事 麻煩 香港總部的拍檔 講故事之前 我想多謝一位聽眾 Terry劉的課金 常常動肺加油 較早之前 有位Derek Derek Show Derek Show 都說 支持主持們 看了四小時爛片 多謝兩位施主 多謝 我們很久之前 很久之前 我們就講過一集 2017年那套 降臨真人版的電影 有興趣朋友可以找回來 然後 他在今年 出了兩套 降臨真人版電影 分別叫做 《復仇者思卡》 和《最後的煉成》 上下兩套電影 一個是兩個小時多 一個是兩個半小時 加上四個半小時 的份量 其實他基本上 都是承接上一套真人版電影 其實也是跟著原著的物樂去走 當他們上一集 是 萊瑪斯丹燒死了 賴斯代之後 他們開始知道了 人做人的存在 賢者之石到底是什麼 然後《復仇者思卡》 一開始 顧名思義當然是說 雙班人思卡 就開始在 中央城那邊 就開始獵殺 一些國家煉音術師 所以 愛德他們 因為愛德之前 那個戰鬥裡面 他就弄爛了一隻手 所以他需要去找 他受了傷 雖然他受了傷 所以他 就受到 馬斯丹的手下保護 但當他和 斯卡第一次見面的時候 就被人打爛了一隻手 所以他就要回去找雲尼 幫他製造機械臂 另一方面 他們都好像慢慢的發展 遇到由清國來的姚倫 和小梅 兩邊的清國王族候選人 他們也介入了這件事 一如慢慢的發展 小梅就和斯卡搭上了關係 幫了斯卡療傷 然後愛德他們 弄好一隻手之後 也開始慢慢的了解到 到底 斯卡他們那族 伊修巴爾人 和他們 我忘記了他們那個叫美 什麼 即是他們 愛德他們那個 國家的民族 字幕就寫美國 然後兩邊的人的恩怨關係 帶出當時的伊修巴爾千滅戰 他們怎樣用國家煉金術師去 去滅了人整個族 之而此的那些事情 然後他們也見回他們的父親 霍恩海武 之後慢慢再見回的 就是整個格局 就是跟漫娃去的 原來國家已經被這個 人做人操控著 所以他們想要改變這件事情 亦都要阻止所謂約定之日的出現 然後故事繼續下去 他們跟人做人之間有很多不同的戰鬥 其實在復仇者斯卡的結局那裡 他就扭了一點點 把愛德、姚倫和恩比 被肥佬吃了肚子 那一段劇情拉早來做 所以他們就落了我去 那個異空間 然後就要想辦法出來 恩比也變成那隻怪獸 這就是復仇者斯卡的美 去到最後的練成 一開始就想繼續打 但愛德就想到 因為他看到真理之門的殘骸 所以他想到辦法怎樣 離開這個地方 之後也順著漫畫整個發展 例如他們 之後姚倫被 古里特上了身 然後他們 譬如 看到平中小人 由平中小人扮的 那個狀態的父親大人 然後就開始了解到 整個計劃到底是怎樣 國土練城鎮 愛德也去了北方的城牆 看到 糟了我現在還沒看到 豪腕叫什麼名字 Ovelia 豪腕不是Ovelia 豪腕是Alex Ovelia 即是Alex的哥哥 豪腕的姐姐 豪腕的姐姐 然後在那邊也拉攏 不要叫拉攏 因為和北方那邊 談了一個合作 然後就回到中央城 因為馬斯丹要進行政變 趁大總統不在的時候 就進行政變 然後大總統就要回來 炸火車 然後大總統死裡逃生 回到過來 在城門道和姚倫和他兩個 我已經不記得叫什麼名字了 阿伯和姚姆的女生 胡爺爺 胡爺爺 他們打了一場 然後大總統跌了 下海 然後再爬上來 再落地底 跟他們打 跟斯卡打的全部都在那裡 去到最後 其實跟漫畫的發展完全一樣 他逼馬斯丹 做人體煉城 然後奪走他的事力 然後集齊了人署之後 就用他們去發動了國土煉城陣 同一時間 斯卡也用他哥哥留下的筆記 做了這個逆國土煉城陣 破壞了屏中小人的計劃 然後帶屏中小人 拿最後 因為他已經吃了神 在肚子裡 拿最後的力量 打爆 愛德的右手 然後阿爾就把自己的靈魂 變回了哥哥的右手 犧牲了自己的靈魂 愛德就變回了肉體的手 然後打低了屏中小人 然後再用練金術 犧牲自己的練金術 然後換回阿爾的身體 然後阿熙在火車站告白BBQ 跳起耶圓 所有東西都在金漫畫一樣去的 故事大概是這樣 其實呢 譬如Derek課金給我們 就說我們看了四個小時的藍片 也有人問有沒有鋼面真人版那麼精彩 巨人 巨人真人版那麼精彩 其實很老實的 無論是17年那一套 還是現在這兩套 我都不認為他們是藍片來的 我認同 我都不覺得是很爛的 其實劇情方面其實是燈得很足 我覺得他有很多位做得不好 例如特技 例如動作場面 但是他的劇情 因為跟著牛媽的物樂 其實我覺得看這個真人版 反映我再一次感受到牛媽到底有多厲害 就是在一套很多細節位 或者一些特技位 和氣氛做得不好的真人版裡面 牛媽的劇情仍然是給你感覺的 但是一套作品應該是這樣 劇本 你本好的話 其他東西做得比較好 都未必很值得吐槽 當你的劇本都很爛很爛的時候 你就會順便拿其他東西一起去吐槽 所以我就不覺得他是藍片 我覺得 其實所謂不靠衣裝 講起其他特技之前 其實我甚至 大部分的角色還原都已經算不錯了 比起 因為如果真的要用巨人來比的話 大部分的人類角色都算還原得不錯的 其實 還原主角來說他算還原得不錯 阿爾蓬斯當然還原得很好 阿爾蓬斯當然還原得很好 阿爾蓬斯當然很好 阿爾蓬斯當然很好 有時候最好的真人版還原 阿爾蓬斯我覺得 其實 我覺得整體來說 好像萬記所說 他做人物的造型 其實是大致OK的 但他整體都有一個問題 就是因為牛媽不下的角色 你覺得他們的年齡相對上 是再小一點 譬如 我忘記他們實際的說幾多歲 其實我好像都是十五六歲 其實 是啊十五六歲 但是你叫生田良界做回十五六歲 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他將整體的角色 年齡好像大概推大了十年 你會有這樣的感覺 但是他比起牛媽不下的角色 就少了一種可愛 我覺得沒有這種精髓 角色方面是有點可惜 但是考慮到真人化的一個改動 我可以理解 我會想的是 日本是不是沒有足夠的演員 那個年齡層的演員 做到這部電影 我覺得是未必的 但是叫作力 就未必有這班演員做這麼高 我覺得真人電影版 將那些十五六歲 即是高中生調大到 變成你當大學生的年紀 我覺得基本上 覺得基本上之後沒有了 萬記 是 你看回 我覺得基本上是可以接受的 是 因為 因為這事無可奈何的事 至於你說是否一定沒有十五六歲 那麼你演技的東西 多少都要有些 有些浸淫的 如果你去到十五六歲 不是說沒有這樣的能力 的天才 都有的 但是要整套戲都是這樣 未必可以 再者 是什麼呢 再者 是 漫畫的表達和真人電影版的表達 有時候不一定要百分之百 我覺得 山田良界 在這套戲裡面 多少都有嘗試去呈現 漫畫的那種 不能太多 否則就會 就會變成 今天我最厲害的那種 今天我最厲害的那種表達手法 但是 和整套電影的氛圍會違和 那關於真人那個 那關於真人的那個 我等一下可能 阿袁會有些想分享Vinnie 但是我比較想說 新田真劍有的 C卡就是 他英俊 他英俊不用說 但是他做C卡好像不太合 我 他沒有了那種滄桑的味 我想說 他那個樣子太青了 白正 他點陶刻都太青了 對 所以就 剛才漫畫說 他們那些人 角色他們 還原度是高的 服飾上面 但是 不知道 一來的年紀是真的 一個問題 另外你真的找亞洲人扮鬼佬 這件事 我真的有些 不太能夠投入 還有 有些角色我明白的 好像先說 愛德那些 你都可以不跟原住地 是不做那麼可愛的 但是阿梅那些很難搞 他整本 差不多拿來賣文 你不是說 少林足球的阿梅 他真的把小梅變成 少林足球的阿梅 那就是難搞 小梅變成大梅 現在很大顆 但是 我想補多一句 其實新田真劍佑頸以下 可以做到斯卡 他有一幕 就是最後那一幕 他跟另外一個 已經結束了 那一場 他綁著繃帶 走去窗口 你看到他頸以下 那個倒三角是很漂亮的 身體 但是 就是不夠老 但是斯卡的樣子 是有點老的 但是 新田真劍佑 就是年輕了 如果 Edder是太大 大了一點 新田真劍佑 就是斯卡 就是年輕了 是 還有特別 如果他在 伊收巴爾戰爭的時候 已經是新田真劍佑 來的 你過了那麼多年之後 都還是這個樣子 就是 那種感覺 人家保養得好 這些就是練金術 他用什麼交換 用他大腦 他是 他是 亦練練金術的 他不練成的 他只是破壞的 他只是做分解 不做再扣造的 他分解了自己 老的基因 就是本身已經更帥 分解了 沒那麼帥 已經 我覺得斯卡 有點可惜 但是 如果 有些人說 斯卡 完全做 新田真劍佑 完全做不到 斯卡 我覺得不是 其實他做得不差 但是 他始終欠缺了一些 滄桑味 就差了一點 他不可以任何事情 阿玄是否想說一下本田契 你說一下 雲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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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一出場 就是希望大家留意頸以下 我知道 那個 是有留意到的 是啊 就是希望大家 是浪費 但是 之後他穿上外套 那一刻 就是大鵝 那就是留意他那一對 眼袋 而且最可惜的是 最可惜的是 17年那一套 Vinny 是沒有穿過 巴套裝出來的 那這些就是等家交換 你上一集就看 頸以上 那你今集就看 頸以下 那不是等家交換 那不是等家交換 你只能看其中一部分 這就是借視線 那就是 那就是 只能夠搞一步 二選一隻 和等家交換是沒有關係的 那就是 交換了 對眼 就是都是看一對東西 你能夠集中他對眼 就不能夠集中他對燈 你集中他對燈 就不能夠集中他對眼 那Kelvin說 為什麼雲尼不是金髮 我又不算很關心這一點 但反而這一點 就是如果他要調整髮色 那為什麼愛德華不調整 或者其他角色都可以調整的 他只調整這個 其他人就跟回 漫畫色 那我覺得是有點奇怪的 這個位置 我又不覺得很重要 這個位置 算了 那些假髮真的不要帶那麼多 我寧願他現在啡啡地算 如果自然的話 我又沒有所謂 但是本田營是做得不好的 本田營是做得不好 就是 他仗不仗一件事 他沒有沿著雲尼那種可愛 也沒有沿著雲尼那種 他知道阿斯卡原來是自己殺父殺人的那種傷心 還有他原諒他 不要說原諒他 他要接受這件事 中間那些戲他完全交不到出來 本田營 就是沒有掙扎 對 那些掙扎完全搞不定 胡力威要搞他 那我想雲尼是我 差不多最不滿意的角色 差不多 其次的是鷹眼 嘩鷹眼 又是 但是因為鷹眼的問題 其實跟上集一樣 他的演員本身不適合做鷹眼 還要被原哥發現了 哈哈哈哈 大哥不行啊 我真的看一看的時候 越看越熟口臉 一直都覺得很熟口臉 看一看這個鏡頭 完全就是雪梨的樣子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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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你看到的 沒有不後似 是吧 他完全沒有鷹眼那種 那種鷹氣 沒有那種掘槍在這裏 所以是演員挑選的問題 其實我看到他很努力去演的 但是他 其實他做出來 你看到他 知道自己應該要怎麼做 他演的方法沒錯 但是他的樣子和角色 真的不合 我連他演技都不覺得很特別好 這個真的 演技都好像跟著雪梨一樣 哦 雪梨沒有戲嗎 雪梨是好戲的 雪梨哪有好戲啊 雪梨全部都是一個樣子 永遠都是打在口臉而已 哈哈哈哈 他開心都是打在口臉而已 還有那些是 面部肌肉的問題 我想問一下 為什麼會選這張圖 是我選的 因為我看到大家想說一些角色 是不是 為什麼我會這樣問呢 就是因為所有人都有介紹 他是誰的 唯獨是Winnie沒有的 有波就認到 有波就認到 哈哈哈哈 他知道那張圖你都不是看字的 大哥 那今集出場的 譬如姚倫你們覺得怎樣 姚倫我覺得不錯 其實還原度也挺高 我必須要講清楚 我其實很喜歡 都很喜歡降年 但是我不是那種入骨的讀者來的 所以我不能夠說 但是在我心目中 或者印象中 其實他都挺做到搖輪要做的事 不過最嚴重的問題 或者不是最嚴重的問題 而是可惜的地方 即使他已經是四個小時的兩集完結篇 但是我印象之中 其實 其實 復仇者斯卡開始的那個故事 直到那個故事結尾為止 其實是很長的 漫畫 27期 斯卡是由頭到尾 大概的 但是我當你 當你真的 就是abstract他那些東西都好 其實故事是很長的 是啊 但是你濃縮到做四個小時 我覺得姚倫的發揮其實都挺不夠 但是我覺得他是做到我心目中 這個王子的基本特徵的了 始終真人版他做不到王子那種蠢出來的 但是他王子那種 我覺得是 少女藏刀 或者他表面上好像很呆滯 或者很 怎麼說 蝶兒囊當 但是實際他很有想法那些事情 他做到的 所以是一些最表面的特徵 他做到出來 但是因為他不夠時間去比他做太多 好像你剛才說 他那些笨蛋的 就是沒有很多笨蛋的東西 用來給他搞笑 那變成在這套戲裡面 很多時候他都是 唯有做就是 很容易突入了 譬如突入了一個場口 通常在一個窗口裡走進來 然後搶了別人的食物 然後就開始說 要去個劇情 就沒辦法讓他表達他的個性 還有我覺得有些可惜的 跟古利特中間的關係 咳走得太厲害了 甚至乎他去到最後的煉成那邊 因為他們有時候看到他的時候就會 愛得他們看到姚倫的時候就會說 你是古利特你不是姚倫來的 即是他們會照樣合作做事 甚至乎有一幕他們在森林裡準備抓 那時候 那時候他們 他女兒的手下 突然間出回來 和胡爺爺突然間出回來幫忙 然後你見到 古利特是很開心的 就是你們來了 但是那時候你是古利特 你不是姚倫來的 其實因為我完全沒有看完 他轉變是不是突然間 會不會突然間轉了樣子 沒有沒有 只是眼神而已 只是一些表情而已 但是其實我想說 不好意思 我想說 我不知道是之前 我沒有留意還是什麼 當他跟大總統打的時候 他的妝容是不同了 他的眼睛 他會看到眼下面會有多一點 好像有一點紅色的耳塞 我覺得是 但是他之前 我不知道是我看漏了還是什麼 之前好像是不覺得的 就是他 電影想他告訴你 他轉了人的時候 就是那個妝容 但是我覺得 又不覺得他 就是很難留意到 你到底什麼時候是 姚倫什麼時候是 我完全是 我想說 電影他企圖在妝容上 做一些分別 但是不成功 我想說 姚倫的手下叫蘭芳 不好意思 就是左上角的面具女 對 左上角蘭芳 姚倫的演員是 杜邊龜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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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在A書之界來說 比較熟悉的是 毛面超人時王的說書人 伊瓦咧 就是他 那時候是做博人 現在是做王子 不同的 而我覺得 最可惜的是 他跟古利特中間 最後古利特犧牲自己 去打大總統 然後留一顆賢者之石 給姚倫那一段 在漫畫一其實是很感動的 還有姚倫是 開始不捨得古利特的了 他們真是合作了的戰友 但是在這裏 電影版是 因為時間的問題是很突然 你看著你們兩個 什麼時候有感心有感情 我們不知道的為什麼 所以其實整套戲 有一個 我一直看的時候 就覺得很多東西 是不是可以直接剪掉 這些人物 例如師傅 我知道 愛德的師傅 他是其中一個人柱 我知道 他是一個重要的角色 但其實他裡面 是沒有任何戲份 他出來的就是一個工具 如果是這樣 你之前17年那一套都改成這樣 我不知道是不是被人吊得太厲害 所以他現在不敢怎樣改變得太大 但其實師傅的角色 除了出來做人柱這個工具之外 其實他是沒有用處什麼 17年那一套有沒有師傅 我忘記了 17年沒出的 17年沒有師傅 如果是的話 我覺得其實剪掉師傅 他變成三個人柱 他變成好事就算了 是啊 我寧願你剪掉一些 你寫不到沒有什麼用的工具 然後你留下多一點點蝙蝠 他再講得深入一些 現在已經有的人會好一點 或者你真的剪不掉的人 師傅的作用 對我來說是完全沒有用的 重要師傅唯一的戰績 就是他打贏了鐵鏈奴 我忘記了他叫什麼名字 總之他就是 是啊 他所謂的打贏 都是踢開他一腳而已 其實Lazy 你看到Lazy的死是不夠時間 因為沿著他們是打了很久 然後最後是 Alex在地上爆尖鱲 等一下Lazy 因為Lazy是衝得很快 他是衝得最快的人做人 等他自己撞下去 然後死 但是你看到他這裡是不夠時間死 不夠時間 所以被人扔下去 然後被人插穿了胸口 就死了 他那個火圍的最快 其實那段我看到很 是死得最快的 我想說 我那段看到很莫名其妙 我不是很知道他為什麼死 是死 你要硬握 真的硬握 就是師傅扔他下去那條尖柱的時候 就急爆了燃者之石 屎不壯觀 是啊 但是你不應該是這樣的 如果燃者之石 刺爆了就死的話 那些人做人應該很容易死 你看到他們很辛苦 逐一逐一打 消耗燃者之石的能量 最後才打碎了燃者之石 所以實質最大的問題就是 濃縮不到 你看到他有很多東西 濃縮得不好 是啊 但其實他很喜歡把劇情 或者明場片濃縮 或者要展現出來 他都不是完結片才有的事 其實他17年那一套都已經 很喜歡拿些明場片出來 去做出來 但是前文後理其實是博物 不是還有有些選擇 就是他本身都有這個問題 其實 我會覺得這兩集的問題 沒有那麼嚴重 這兩集的問題 我會偏向是可惜 多於是問題來的 因為他17年那一套 他真的很想把某些明場片放出來 早期的明場片放出來 他是令到劇情有點跳 但其實這一套 他的大骨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他一做明場片的時候 你會看到那些事情是去得很快 甚至乎他打也是 他沒有時間打 通常五招之內就分勝負 你看到他將打鬥的其中幾幕 給了你看 然後就出了結果出來 很快地下一個場景 整件事就是這樣 因為他的故事 大家都知道 鋼鐵的故事本身是很豐富的 而且他的陰謀是有些複雜的 比起其他少年漫畫來講 他的結構是真的要一環扣一環 我最初就在想 咦 為什麼好像沒有了 東部城市 北部城市的雪那部分 就是Ovillia那邊 因為我已經不太記得順嘴 為什麼這麼久都還沒到呢 但是那裡我記得很長的 如果你還不說的話好像不夠時間 但是他就是發現 看到最後你就會發現 他每一樣都一定要講 因為牛仔的故事是不可以沒有其中一部分的 但是 唯一可以放棄的是什麼呢 就是放棄打鬥 是啊 而且他真的CUT了最沒用的熊年之連金術師 大家在窗戶提了很多次的 金布利 他只是在伊收巴爾戰爭的時候有出來 是的 那他在現在這件事裡面 他就沒有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大家 好像很多人 例如隔壁台 阿森哥他們說的時候 他們都會 好像很在意 金布利 但是其實我不是很在意 金布利 其實我看過沿主一次 我都不知道究竟 他做過什麼 除了大屠殺之外 我已經不太記得他做過什麼 因為我沒有記錯的話 阿爾和Pryde被人困在石洞裡的時候 即是他爸爸做的那個饅頭 困在裡面的時候 原主應該是金布利過來救他的 就不是肥仔過來救他的 對 對 但是因為 龜頭拼了一個 來救他 救他了Pryde之後 就被Pryde吃了 是 又是神經病的 那段我看著 喂 你要遙遠 是的 三秒就死了一個人做人 屌他 所以 所以 絕大的問題 所以一開始 譬如有很多人都說 你說 你說 我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 很多人都說 這套是爛片 甚至乎 我們開已經是勇者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因為本身的結構太好了 他只要跟著那個結構來拍 沒有拍散了牛媽的結構的話 基本上 稱不上難片 他有很多 我們待會第二節會吵的不足 但是 因為那個結構太好 那個故事本身很好 所以令到 很多東西都可以接受得到 至於拍到感不感動 我跟Sandy有點不同 我是一點感動都沒有 不過可能下一節再說會更好 好 但是 我在第一節完結之前 我想說大總統和Olivia 起碼說了那些角色 嗯 你們會不會覺得大總統老了一點 我又不覺得 我覺得大總統做得挺好的 這個反而 就是 那個選角來講 因為他出場下火車那段 我看著大總統為什麼這麼老 他沒有了原住那種殺氣 我覺得 他皮膚上來說 沒有漫畫那麼年輕 但是我覺得 他也做到那份氣勢 但是 很難 我不確定 應該不是找不到的 但是 你知道 選擇角色演員 可能看預算 檔期 我覺得 基本上 他尚且做到大總統的 基本要求 我同意 我純粹是覺得 他的外形方面 好像 老了一點 因為演員 你可以幫他 不用弄得這麼老 你可以幫他 幫他修飾一下 但是 他又 反而是 特地要做到這個程度 我自己有一點點意外 可能他就是順著 其他年輕的角色都大了 怎麼又再大一點 推大一下 最後 Olivia 我覺得Olivia 其實選得挺好的 他有 我同意 其實他 因為 因為 鋼鍊的完全版 每一期都是一個角色 是 我是 我是 對Olivia 那期的封面 那個 的距 是特別有印象的 那 我就是經常都會 用了那個封面 來作為 我對Olivia 的基本設定 而這個演員 基本上 一出場 他都給到那種感覺 尤其是 他比較厚的嘴唇 是 我覺得無論在外形 在性格 甚至乎 我演員 那種 那種 聖線的演繹 我覺得都很有Olivia 那種感覺 基本上 是的 但是因為 還是那句 我覺得 始終所有角色 都不夠時間 給他們去演繹 漫畫沿著 那個 角色的特徵 他們已經盡量做 但是都不算做得 不夠時間 給他們做得很足 但是既然你說Olivia 我想說 Alex Alex 是 多少來說 是一個很失敗的說法 不是說 三本間市 做得 好 不好 而是 這個角色本身 是用來搞笑的 而且 你真的要很大隻 才可以呈現到 他不夠 還有他 他的頭很奇怪 整到他的頭 好像生了一個腫瘤 我知道 圓著那個 都是這樣 他們都盡量想還原 但是 做不到 因為 本身的角色 都是有點誇張 就是 突然畫到 是 這麼誇張的 做到現實的時候 就看上去 那種 很力王 都是 我覺得 為什麼 整套戲 比較容易接受到 一些滑稽一點的東西 是因為 整套戲 都不像 其他的真人版 要做到 好真好真 他反而 在這一套最特別的 就是他介乎在 真人和 動畫之間 那種 2.5次元的形象 是很強的 譬如我們看回 劍心 這樣才算 劍心 你會覺得每一件事 都很真 即是他真的是真人 雖然 都有些可能會假的 但是大部分的 你都覺得很真 是的 但是 這套 譬如 山田良界的假髮 或者大部分人的假髮 以及他們的造型 基本上是由 真人向了 動漫畫那邊 靠攏 多一點點 令到他整個表演 可以誇張一點 假一點 令到這件事 合理 所以我覺得 Alex的外形 對於我來說 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演員 不夠誇 如果你可以再找一個 再大隻一點 真的再肌肉型 多一點的 我覺得會更好看 或者更像 我可能找一些摔角手 那類 他們真的練到身形很誇張 那些 可能會更好看 可能演技就差了一點 即是The Rock那些嗎 那類 類似的 如果The Rock做的話 其實都像 只需要在他的頭頂上加 尾巴 還有在他的臉上加一條鬍子 不知道 我看的時候 總之 假裝西人 有些我就不是 我就有少許出氣了 我看到 那你應該整套都出氣的 Edder和阿倫是西人 是呀 我只是看阿倫 那些就OK了 哦 你還是看阿張梅 阿美 阿梅 你覺得怎麼樣 阿梅 我們給點時間 袁哥去追一下阿梅 我們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 繼續講這個 《降練真人版》的完結片